好了 看完了大美女们的消息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韩国大帅哥李敏昊 那前段时间呢 李敏昊和金喜山主演的电视剧《幸运》呢 在韩国播出之后 让粉丝们再次看到了她的个人魅力 这也让她在中国的人气是越来越高 那日前呢 还就亮相郑州 来看看我们记者的独家采访 中国超人旧向李敏昊在郑州举行粉丝见面会 由于今年四月 李敏昊西安见面会因为到场粉丝太多 被迫取消 此次郑州的活动可谓是戒备森严 举办方不仅把活动现场从场外放到了场内 动用数百名保安 维护现场的秩序 就连李敏昊的个人安全也是考虑周旋 为了照顾现场的粉丝们 李敏昊一出场就表现得相当的乖 但是她的一举手一投足还是引来了无数的尖叫声 而当这位大帅哥走秀时 现场的声音立刻还翻了天 此次举办方推出了情侣装 李敏昊也借着的由头表达了一下自己找女友的期望 活动上李敏昊拍摄的微电影正式推出 在剧中她再次展现了偶像的魅力 荧幕上的小暧昧让现场粉丝激动不已 每一次都像石针与纷针般重逢 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快得像风 想和你一起寻找那段没有争点的旅程 活动上还有妈妈级粉丝大胆向李敏昊诗爱 别看妈妈们年纪不小 表达感情一点也不含糊 在粉丝群中大家称呼李敏昊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有叫儿子的 有叫宝贝的 还有叫小蒙的 不知道听了这么多称呼 这位大帅哥自己最喜欢哪一个呢 最近还是主题的主题 我认为是在影响中的主题 我认为是在下一集中的主题 我认为是在中国的主题 李敏昊好帅啊 好想一起牵牵手 跟他一起走梯台 谢谢大家